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一下新的SS聯動船 首先來介紹一下二代姆 二代姆它其實是一個航戰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基礎面板 航戰在今年多了一個新的定義 就是它既是戰艦也是航母 相較於傳統的航戰來說 它只能裝備水蒸機 所以在水蒸機很薄弱的面板下 畢竟是對空還是對海都相對的弱 那今年的航戰它可以裝備戰鬥機 像有很多這個海盜黃蜂啊什麼的 所以在對空上面在對海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不錯的提升 另外就是這一個二代姆 航戰的特性其實也不算是特別優秀 因為你要做戰艦來說 火力其實比不上傳統的這個戰艦火力 那裝填其實也是屬傳統的這個戰艦 那裝填就比較接近是一般正航的這個裝填 那航空方面也沒有破400 因為一般正航都有破400 所以說你真的要追上正航的這個輸出 其實也追不上 那比較好的地方就是這個命中 又比傳統戰艦的命中來的好 因為像是類似這個正航的這個命中啦 那二代姆在這邊的這個生存有8600 所以生存上面也還算是蠻優秀的 那防空就是一般一般 三百的防空 戴上一百的這個防空炮 也不是說頂尖的防空 所以在這個整體的這個作戰能力上面 他有戰艦的這個火力 但不是頂尖 那有航母的輸出可以對空 那生存方面其實應該也算蠻有競爭力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技能 一技能會被專武影響 所以我們直接看專武影響後的這個結論 理論上呢 他這個一開始就會有自強化嘛 自己的活力命中會增加這個15% 好另外就是自己開砲的時候 百分之百發動這個彈幕 原本是70% 因為專武裝上去之後就變成百分之百 那這個彈幕呢 他其實是四個雷射 好那這是無限穿透 頓無式的 但基本上傷害很小 那另外一個附加一個跨色的通常彈 那就是主砲的那種跨色 所以優先對人型啦 那大概你就是主砲加上這個彈幕 中間要清這個人型怪算是還蠻不錯的叔叔 那雷射就是他會吃這個旗艦位 所以不在旗艦的話呢 他在上面或在下面其實都會偏移 那基本上就是讓他站在旗艦位是比較好啦 可以打好打滿 那雷射傷害不高 輕輕雜魚可能還OK 好那再來就是如果裝備專武的時候呢 他也會有一個裝備效果 就每25秒會召喚這個怪獸戰艦 射擊航空支援 那這個怪獸呢 那他是支援航空的這個轟炸 基本上就是發射五輪 好每一輪有四顆炸彈 對地產式的轟炸 所以在道中輕雜魚來說是還蠻不錯的 那他是吃這個航空屬性的 好所以每25秒加上自己的這個發炮彈幕 其實在道中整體這個輕雜魚能力算是很高的 好了那我們來看一下二技能 二技能一開始也是自強化 自強化自己的航空值15% 當然每20秒會發動這個彈幕 他這個彈幕呢 會恢復火方前擺腳的一人的這個血量8% 但他是隨機啦 那這一個航空的這個特殊彈幕呢 他是吃航空值的 那前方雷射 他是有200的這個補陣 基本上呢 看起來範圍好像很大 其實範圍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他的命中半天其實就是栽栽的一條直線而已 那他也是吃旗艦位的 所以你一定要站在中間 前面也講他的這個發炮彈幕也是要吃旗艦位 所以這個二彈幕基本上如果你要用他的話 就是放在旗艦位 然後他的這個彈幕打好打滿 才是比較好的 好了那再來這個裝備推薦部分呢 我前面講過他是主炮發射彈幕 所以你這個CD越短越好 所以你可以用大地砲用這個457彩砲都OK 那戰鬥機方面呢就是盡量是對海的這個輸出 海大王蜂或是這個虎貓都可以 或是你用鬆餅機也可以 那對空戰艦不用說嘛 命中就是最好STH 後面你可以用這個火控跟這個白彈 那基本上其實二彈幕的P的命中還算蠻高的 你用黑彈應該也還OK啦 那增加他的火力也可以增加整體的這個彈幕輸出 還有基本的火力輸出 好啦那最後講一下這個二彈幕的這個總結 基本上二彈幕已經完成自己所有的這個大權了 不管是在火力命中上面還有航空值上面 他們都可以自己做到自強化的這個技能 另外呢在整體的這個清雜魚的彈幕來說 也是相當的優秀多元 那反過來說就是對王戰相對是弱勢的 因為他沒有太多單體的這個火力 那另外他還有一個回復前百一人的這個角色的這個功能 所以有帶回復的技能的這個角色其實算是蠻稀有的 所以要好好的珍惜使用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用來道中清雜魚做使用的 所以未來應該是在不管是大世界道中也好 或是在一般的這個周回海域道中也好 應該都可以起到一個不錯的這個作用 好接下來可以介紹一下這個HIME HIME它是運輸件 那運輸件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我們的尖眼 基本上尖眼已經算是很坦的一個角色 五千多的這個耐久 然後呢這個HIME還要硬生生多他這個400多 所以是最耐久的這個運輸船了 那在火力方面差不多 不過這邊底座是來到了兩底座 所以火力硬生生是多的是尖眼是兩倍的意思 那跟其他的秋月型底座來看起來 就火力速度面來說好像也不會輸太多 我就單論主炮說出了 那秋月其實還有雷擊的部分 那就另當別論 所以它已經不算是純粹只是個漏坦的運輸件 它在這個驅逐底座2的情況下 也有微微的這個火力輸出 那另外一方面 因為它是運輸件 所以它就沒有這個對潛的這個功能 那防空的問題其實也是相對的比較低落的 所以這一個你要把它當作驅逐艦 坦型驅逐艦來看的話 應該也還算可以啦 就是以炮驅的定義來看待它的話 是還可以接受的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技能 一技能會受到專武影響 所以我們看專武影響後的這個結論 首先它就是分為兩個部分 就是戰鬥開始時 然後每20秒會強化自身 或是還有自身這個前排坦位的這個火力命中 大概10% 那如果是SS角色的話 它會強化到12% 那另外這個彈數 如果自己是那個先頭角色的話 它只會強化一階段 因為它原本就是說自身跟自身先頭 所以如果自己又是自身先頭的話 所以這個buff也只有一層 不會出兩層 理論上對啦 它本來就是血蠻厚的 人家打它當坦 當先頭也是ok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有必要的話呢 可能打它當副坦 那這個坦給別人 可以獲得兩層的這個buff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自己裝備的這個載具的話呢 會減少自己的速力 並且讓自己減傷獲得這個15% 那什麼是這個載具呢 就是之前有很多 不管是載飛機的也好 載魚類的也好 載那個大炮的也好 這些都是載具 如果你有裝備這個載具的話呢 因為載具還會buff其他的這個項目 有裝備這個載具就會減少自己的這個減傷 是還不錯的 好 再來那個冰裝效果的最後的裝備效果呢 其實是每30秒會召喚Dynaseno 進行這個前方雷射 那這個雷射呢 是40x12Hit 然後呢 大概對青甲是比較有利的 當然它是頓無時無限穿透的 所以是吃火力出現的 所以算是另類的一個道中打擊啦 好 再來第二技能呢 二技能大概分兩部分 就是戰鬥中每10秒會發動這個彈幕 那這個彈幕命動敵人呢 會使這個連動角色對他對這個敵人 額外造成10%的這個增傷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特殊彈幕 特殊彈幕它是一個通常彈 50x38的這個跨射彈幕 它是人型優先的 然後有個小AOE的破壞範圍 那是跨射屬性 所以不會被這個盾擋住 所以它既然自己的火力炮區好兩底座 加上這個每10秒這個彈幕 其實在輸出面來說 也算是小有這個成長啦 跟一般的驅逐件來比的話 大概也有驅逐一定的這個輸出水準 好 再來裝備推薦部分呢 首先它就是主炮底座嘛 所以你這個主炮當然是越強越好 可以使用這個北連炮 那你要給它其他的 比如說像是踩的秋月炮 當然也可以 如果你有做的話 不過一般來說這個北連炮 就算是蠻好用的這個主炮輸出了 它對空其實都可以 你要用這個晶圓盤也好 或是STHG都可以 其他的防空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也不用用到太好 再來設備方面呢 設備你要用那個卡尼還是用那個龍 其實有蠻大的這個增益啦 一般來說我會選擇用螃蟹 因為螃蟹是對所有SS角色的這個火力 雷裝都會增加8% 那如果你是用龍的話呢 因為只有Hime 南夢還有七色 而戴木木金啊 等於就是戴娜Zeno系列的人 才會增加火力航空 那六花就不在了 六花不包含在這個龍的這個buff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放六花的話 你就是用卡尼 那用卡尼只有火力雷裝 但是沒有航空怎麼辦呢 那所以我們另外一個這個機仔 我們就可以裝備這個 航空的這個資材 會額外再增加航空的8% 所以這樣子一來的話 你這個所有角色火力雷裝 再加上航空 全部都會buff到了 那剩下的一個設備呢 如果說你要虐菜的話 裝備這個單大這種增加火力也可以 如果說你在道中有生存壓力的話呢 當然還是裝回去 我們這個維修會是比較好的 好這邊做個總結 首先這個Hime 已經算是這個運輸件的最高指標了 天花板了 既然有一定的這個輸出 然後有一定的這個生存 生存是相當的誇張 5000多的血量 然後加上他有一定的迴避 然後還有這個減傷的過程 所以他的生存已經大於這個雪風了 這很可怕的這個 所以在道中已經不是純粹的花瓶 他有一定的彈度 然後還有一定的這個輸出 砲區輸出 然後一定的這個buff的這個能量 所以在整體在SS裡面 算是起到一個不錯的這個buff 然後還有增傷 那除此之外 如果在SS以外的這個陣營裡面 就做使用法 可能效果就沒那麼大 那他注定就是要跟這個聯動船一起做使用 否則的話 他就只是普通的一個漏彈而已 好啦以上是這個新角色 這個Himei跟二代目的這個介紹 希望能幫助你 那下一期會有整體這個SS聯動 包含這個其他六花的強化 還有這個整體這個編隊的這個方法 再做討論 好那我是小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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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